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151集 征求意见 突发事件 就在一天前 省委正式接到中组部的电话 就像向高配省委常委一事 征求省委书记范瑞恒和省长孙新民的意见 电话是中组部副部长谢信才亲自打来的 范瑞恒在拿起电话的一刻起 就知道谢信才打来电话的用意 心中一瞬间 还闪过一丝犹豫 该对下相下一个什么定语呢 是中间偏左 还是中间偏右呢 或者是很中肯地发表一个 不上不下的结论呢 平心而论 对于下相一步迈入副省级 范瑞恒并不是十分赞成 多少有点想法 一是觉得下相确实太过年轻 二是他和下相之间 毕竟关系不是亲密无间 炎炎有一丝担忧在内 但形势比人强 下相的幕后推手太多 他不可能反对 因为宋朝渡 陈锋和曹永国三人的面子 加在一起 也是天大呀 谢信财的第一句话就是 范淑姐 耽误你几分钟时间 向你了解个情况 谢信财在中组部的排名 不是很靠前 虽然级别没范瑞恒搞 范瑞恒也要客气几分 谢部长客气啊 有什么指示精神 我坚决落实 哈哈哈哈 谢信财 对范瑞恒的客气很受用 也就没再可逃 说道 中组部 在考察新一批副省级干部的名单 秦堂市委书记下相 在名单之内 我受吴部长委托 特意向你了解一下 下相通知的具体情况 范瑞恒的心中一跳 按说 中组部 向省委例行征求意见 基本上 就是走走过场 但听谢信财的口气 不但十分郑重其事 还特意抬出了 吴才阳的大名 显然 有十分强烈的暗示意味 力度真的很大呀 范瑞恒原本打算 只是中肯的保扬下相几句 一瞬间 改变了主意 决定尽力拔高下相 顺水人情再不送 他就太不会做事了 范瑞恒说 谢信财听 偶尔接上两句 整个过程 持续了四五分钟 最后 谢信财很满意地说道 谢谢范书记 配合我的工作 耽误你的宝贵时间了 范瑞恒自然要客套几句 挂断电话后 他坐下想了一会儿事情 忽然觉得 有必要和肖远欣 谈一谈了 几分钟后 孙习明的电话就响了 谢信财对孙习明一样客气 说了几句之后 又提到同样的问题 孙习明的回答 就比范瑞恒的说法 意味深长多了 我来验射时间不长啊 对下想同志了解不多 但也接触过几次 既然谢部长问起嘛 就说说我的个人浅见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请谢部长多担待啊 谢信财的热情 就立刻消退了 他听了出来 孙习明话中的意味 就淡淡的说道 不耽误孙习明 太多的时间 简单说说就行 孙习明似乎没听到 谢信财的暗示一样 滔滔不绝的说得起来 下想同志啊 从本质上讲 是一个有才能 有热情 也有非凡的精力的 年轻的领导干部 他不但在政治上成熟 经济上 也很有眼光 在香马区 在朗世 在天泽 都做出了 引人注目的成绩啊 差不多花了近四五分钟的时间 孙习明将下想所有的成绩 都讲述了一遍 电话一端的谢信财 微微皱眉 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但又不好明说 孙习明 终究是烟省省长 他也要高看几分呢 感觉足够拔高了下想 孙习明话题一转 下想同志各方面都很优秀啊 但人无完人 他的缺点和不足之处 也很明显啊 一时 部屋台会团结大部分同志 在几任之上 都和班子有过矛盾冲突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 不善于团结同志 怎么能带领一个领导班子 前进呢 当然了 也不能对他太求全责备了 毕竟他还年轻嘛 年轻是优势 但也是他的不足之处啊 我认为 下想同志 还需要再历练几年呢 谢信财想听的 可不是孙习明 对下想的贬低 和负面评价 他是受人之托 忠人之士 是想从燕省省委得到 对下想全面的肯定 孙习明有一位 下想下半字 他的脸色 就沉了下来 尽管明知道 对方看不到他的表情 不过 还是下意识地 摆出了中组部副部长的威严 孙习明 就像这样吧 中组部 会参考你的意见的 孙习明也听出了 谢信财的不耐之意 他并不怕谢信财 对他如何 谢信财 还没有资格 影响到他的仕途 他所要做的就是 如何向中组部反映情况 不让下想 从容地迈进 燕省省委常委会 下想进入常委会 必经成为 范瑞恒的左膀右臂 将会对他的大忌 带来具体的负面影响 他必然要阻止 下想前进的步伐 况且 即使在中央 反对的声音也很多 孙习明 就再加一把柴 不信下想33岁的年龄 还真能被人抬进 燕省的省委常委会 反了他了 下想几次 对他的拉拢视而不见 或是 有意逃避 就让他明白了一点 在下想的心目之中 还是和范瑞恒的关系更近 他就下定了决心 既然拉拢不成 就得打压了 和谢信才通过电话 孙习明只觉得 胸中一股浊气 全部排空 十分的舒坦 他清楚 就算谢信才再不情愿 他的意见 也会如实记录在案 不能隐瞒不报 因为中族部和他的童话 都有录音 再说了 他相信谢信才也不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现在燕省的局势处定 常委走马换将 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但并不显著 总体来说 还是范瑞恒占据上风 毕竟范瑞恒在燕省多年了 要尽快掌握了局面才行 孙习明想起后台 对他郑重其事的托付 告诉他 多则一年 少则多半年 范瑞恒就有可能挪挪位置 到时候 省委书记的宝座 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 所以 他必须尽快 在半年多的时间内 再燕省站稳脚跟 要给中央留下 能够挑起大梁的印象 但现在 才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前路不但漫长 还充满了艰难险阻 归根到底 下乡也是他必须要搬开的第一个绊脚石 当然了 他其实 想当下乡是垫脚石 可惜下乡 不想助他一臂之力 他就只能当绊脚石 将他一脚踢开了 现在燕省的省委常委 一致是书记范瑞衡 省长孙习民 副书记胡增舟 继位书记兼工会主席 李延红 常务副省长高锦州 组织部长王鹏飞 政法委书记李炳文 宣传部长李峰 副省长谭国瑞 统战部长张灿阳 秘书长肖远新 宣传部长李峰 和省军区政委张建国 其中李延红 高锦州 李炳文 张灿阳 都在燕省时间不短了 也就是说 他们随时可能调走 当然 范瑞衡的时间也很长了 他在燕省的日子 也不会太久了 如果李延红 高锦州 李炳文 张灿阳四人调离 哪怕只调走两人 然后 范瑞衡也一同离开的话 燕省 还真的会成为他的天下 不过现阶段 范瑞衡以及上述四人的调离 暂时没有放生 现在常委 已经全部配备 下下如果再进常委会 必定要挤掉一人的位置 会是谁呢 这倒是一个难题 再仔细一分析 似乎哪个位置都不好动 以下想的资历 高配常委的话 只能挂一个秦唐市委书记的职务 但常委会上没有空位给他呀 谁也不会让位给他做的 不琢磨还好 一琢磨 孙锡敏就有点迷糊了 就是没有空位 怎么进常委会呢 常委会是有人数限制的 不可能一下增加两个常委名额 不符合常规呀 更不可能只将下项提一个复省级 秦唐市还不够资格 升级为复省级城市 下项提复省 只有高配常委一条路可走 中组部的过场 难道还会有什么猫腻吗 谢信才整理好 阎省一二八十的意见会总 然后敲响了吴才阳的门 吴才阳的办公室 豪华而舒适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组部部长 执掌全国官贸 绝对是一个耀眼的位置 不过还好 吴才阳办公室的装修 虽然上档次 但色彩和家具还算低调 显示出的是务实的风格 只不过 在角落里摆放着一株巨大的秋海棠 很是引人注目啊 谢信才将情况简短地汇报一下 然后将材料放到了吴才阳的办公桌上 吴才阳一脸平静地听完谢信才的话 不动声色地又问了一句 孙锡民真是这么说的 谢信才很了解吴才阳的性格 他多问一句 不是说他没有听清 而是他动怒了 别看吴部长平常很少生气 但谢信才心里有数 吴部长极有性格 谢信才微微点头 表示肯定 心想 孙锡民以后 别有事情栽到吴部长的手中 吴部长很记仇 而且记得很长久 不过让他纳闷的是 吴部长怎么会这么看重下想呢 谢信才走后 吴才阳的脸色一下阴沉如水 又看了几眼材料 然后重重地扔到一边 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孙锡民 不要以为 有委员长撑腰 你就敢给下想上难听的话 我吴才阳想要提拔的人 就凭你 也想伸手拦一拦 第一次 吴才阳以前所未有的坚决态度 对下想力挺加爱护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中组部 刚刚征求 燕省省委态度的第二天 先在秦堂 发生了意外 如果说 秦堂的意外 只是埋下伏笔 没有对局势 造成直接影响的话 燕省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直接对局势 带来了不可遏制的逆转 距离省城 不到一百公里的安线 出现了重大的安全事故 事故造成的严重后果 直接改变了 燕省的政治格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152集 此时不博 更待何时 安线 是下想曾经担任 常务副县长的地方 也是下想和梅小林初时 和邱续峰化敌为友的地方 更是下想 出展经济头脑 第一次为地方经济腾飞 担经节律之地 下想对安线 有着深厚的感情 安线有一条 下想所修的山路 连接井县 命名为山水路 当年为了修建山水路 下想险些葬身洪水之中 也正是因为 他的大无畏的精神 才赢到了一帮工人兄弟的尊重 才让他在以后的道路上 也几次得到过工人兄弟的回报 直到今天 安线还流传着下想的事迹 当年的邱续峰和梅小林 基本上已经被安线人 遗忘得一干二净 只有下想 一提起他的名字 无不交口称赞 即使一下想不起下想是谁 一说起山水路的一举 都更是个个竖起大拇指 下想的英明 至今还刻在山水路的石碑之上 孙喜民上任之后 前不久到山水路视察 走到半路后 意外山体滑坡 将路堵死 他就很不高兴 围观之人 都讲究道路畅通 路被堵死 似乎就有前路不通的遇事 正值他在阉省步步为奸之时 就明显流露出的不快 陪同视察的安线县委书记 和县长 察言观色 先是立刻承认了错误 等孙喜民回省后 就立刻向省里打报告 要求扩建山水路 理由当然很充足 为了加大安线和景线之间的交流等等 反正报告打到省里之后 交通厅很快就批复了 批复的是一回事 是不是立刻拨款 是另外一回事 报告后来跑到孙喜民的案头 孙喜民大笔一挥 做出了要求淹市 和省交通厅大力支持的批示 有了省长的批示 又有了专项资金 山水路扩建工程 马上动工了 为了赶工期 赶在五一之前竣工 理由是 要赶在旅游旺季到来之前 为游客的通行 带来最大的便利 实际上 安心的考虑是 想在五一之时 再请孙省长前来视察 也好挽回负面影响 再给孙省长带来好印象 工期不能赶 一赶 就容易出现豆腐渣子工程 安线的一二把手知道归知道 但讨好上级领导 才是为官的第一要职 何况又是省长呢 一时就下了死命令 必须在五一之前完工 夏夏夏当年 提拔了亲信 钟义平到安线 钟义平在安线 做到县长之后 调到景县 担任了县委书记 也是他运气好 才逃过的以难 现在的施工队 和夏夏当年 无法相比 当年夏夏夏吃住 全在工地 和工人们打成一片 工程质量之高 完全超出设计 结果才干了不到半个月 就出事了 还是大事 放炮榨山的时候 操作不规范 引发了山体滑坡 将一群工人 全部掩埋 事故发生之后 安线上报人数之时 只说是十几人 但直立包不住火 家属不干了 最后 事情越闹越大 闹到了省里 就成了一百多人 消息传到孙喜民的耳中时 孙喜民正在琢磨 中组部的征求意见 到底是过场 还是另有谋算呢 他正打算打个电话 再和京城方面通通气 电话就刺耳地响了起来 确实是很刺耳啊 平常也不觉得 电话声音难听 今天不知何故 竟然一下子吓了他一跳 他非常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 抓住了电话 喂 声音已经透露出了不快 电话的异端 似乎不再揣摩省长心思一样 急急地说道 孙省长 不好了 安线出事了 什么事 大惊小怪的 慢慢说 孙喜民最看不惯 手下慌里慌张的样子 呵斥了一句 一时要镇静 不要慌张 山水路扩建工程 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 孙喜民心中一沉 近年来 中央对重大安全事故 抓得很严 涉及到的官员盖不手软 而且 安线的山水路的扩建 说到底 还和他有关联 他当然清楚 安线是为了迎合他的心思 急急上马了扩建工程 就心中莫名地烦躁了起来 事故有多重大呀 安线隐瞒了真实的死亡人数 只说是15人 但闹事的家属 有几百人 胡闹 孙喜民怒了 省政府立刻组成事故调查组 赶赴安线调查 派人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 将事故的影响率降到最低 还有 打来电话汇报的 是省政府秘书长 彭勇 彭勇在孙喜民上任后 就迅速地向孙喜民靠拢了 他是政府秘书长 以前和宋朝度的关系 不远不近 和范瑞恒也不是一个线上的 由副秘书长担任了秘书长之后 正好孙喜民走马上任 就顺理成章地 要和省长一条心了 山水路的扩建 在孙喜民的暗示下 彭勇一直十分关心 也用心协调了方方面面的关系 等于是省政府牵头的一项重点工程 没想到县里的人真不会办事 竟然弄出了重大安全事故 他也十分的恼火 接到孙生长指示之后 彭勇立刻行动起来 召集相关部门 立刻赶赴安线 进行指挥抢救 安抚家属等一系列的行动 孙生长最后一句话 只说了半句 彭勇心领神会 知道孙生长是要求 将事故控制在 燕省的范围之内 务必不能闹大 不能让媒体曝光 等到了事故现场 彭勇慌神了 现场已经失控 只见 巨如小山一样的石堆 堆在眼前 现场有上千人 哭天喊地的乱成一团 书记和县长 急得满头大汗 束手无策 还有无数记者的闪光灯 拍来拍去 更有人现场办公 直接将照片 传到了网上 事情 闹大发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彭勇一下就头大了 也火冒三丈 当即要求将记者们全部赶走 不料还有一个记者不逝去 冲破人群 来到彭勇面前 非要采访 彭秘书长 听说此次事故 有近三百人丧生 暗线队外公布的数字是十五人 到底哪个是真实的死亡人数呢 彭勇正在火头上 见记者一副咄咄逼人 唯恐天下不乱的姿态 顿时头脑一热 上来就回敬了一句 你是哪里的记者 谁批准你采访的 有多少死亡人数 我怎么知道呢 我没有被埋在下面 没看到 正在紧张的抢救之中 闪一边去 不要碍事 记者穷追不舍 秘书长 总要有一个大概人数吧 十五人和三百人 相差二十倍呀 请您告诉我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呢 彭勇也是老官场了 但还从未遇到过 如此重大的安全事故 在记者再三追问下 在联想到 有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的情况下 终于血往上涌 脱口而出 说了一句冲动的话 告诉你 我早上吃什么饭 要不要告诉你啊 我几点上床睡觉 要不要告诉你啊 你是不是阉上的记者 是阉上的记者 我立刻让报社开除你 彭勇没想到的是 因为这一句冲动的话 他惹下了大祸 而且在一夜之间 全国扬名 被人分为 口出狂言的秘书长 彭勇更没有想到的是 安心了重大安全事故 直接将烟上的局势 闹腾出了一场 惊天动地的硝烟 夏夏和皇帝 来到分打戒现场的时候 肖武带领人马 正在和马云一帮人对峙 马云人多势重 他红了眼睛 左右脸上都肿了一大片 显然 傅仙仙下手够狠 夏夏夏见了 也觉得解气 他最欣赏的就是 傅仙仙敢做敢为的性格 马云纠结了 大概三四十个小混混大流氓 多半是附近的村民 打出的口号是 土地补偿款没有到位 要求分打戏服装厂 尽快落实补偿等等 反正理由挺充足 但有一点 分打戏服装厂 作为市政府的重点扶植企业 自始至终 就没有和村里直接接触 全是由政府出面代办的 因此 村民也好 混混也好 没有理由 也没有资格 冲分打其闹事 销无人少 马云人多势重 吵吵嚷嚷嚷 非要傅仙仙还一个公道 向他赔礼道歉 因为傅仙仙 打得够狠 傅仙肯向他道歉才怪呢 恨不得再踹他一脚才解恨呢 傅仙仙才看不上马云呢 什么东西 长得歪挂裂凿的 还想打他的主意 他看上一眼 就觉得恶心 打他两个耳光也算轻了 他还想一脚踹在他的要害上 让他残废的才好呢 夏祥刚到现场 还没有发好示令 电话就响了 是傅仙风 傅仙风怒气冲冲 夏祥 你先保护好现仙 等我腾出手来 灭了马云这小子 混账东西 吓了他的狗眼 傅仙风震怒了 夏祥没时间和傅仙风多说 傅主任 请放心 仙仙交给我了 放下电话 夏祥忽然觉得哪里不对味 仔细一想 好像他刚才的话的出发点 不是以侍卫书记的立场 而是以私人的立场 算了 不管那么多了 于公于私 都必须不能让傅仙仙 受到一点的伤害 也不能让分打器服装厂 受到冲击 夏祥刚挂断傅仙风的电话 就又接到省里的电话 只听了几句 就脸色大变 安心 出了重大安全事故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 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53集 既然出手 必有计谋 只撕存了片刻 夏祥一瞬间 就做出了重大决定 机会来了 一个重大的 绝对不容错过的时机 此时不出手 更待何时 他当机立断 对黄德义下了命令 现场所有剧中 闹事人员 全部抓走 一个不留 秦唐和燕省的风波 平地起风云 黄德义一愣神 夏书记一句话 就定了心 根本就是 不留余地的做法 他迟疑一下 还是提醒了一句 夏书记 马云的关系 有点复杂呀 他现在 和牛陵广 走得很近 夏夏没有接 黄德义的话 行动 黄德义知道 战斗 提前打响了 既然夏书记 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也不是软弹 当即下达了命令 全体注意 所有人等 一律抓捕 命令以下 带来的几十名警察 立刻全体出动 开始抓人 马云正在嚣张 心想 少说 也要弄一个 群体实践出来 一来挽回面子 要复仙仙好看 二来 说什么 要出一口恶气 妈的 让一个娘们儿 给打了 虽然娘们儿的手 很柔软 但摸的不是地方啊 他还没有被女人 打过脸呢 脑大点好啊 脑腾越大 下想 就越丢人 芬达奇服装场 是南仙宇罩着的 南仙宇没有什么分量 马云 才不把他放在眼里呢 主要也是 他回来之后 就一直气不顺 岳父下台了 最大的靠山没有了 张国伟御师 就会打哈哈 他现在 最大的指望就是 牛林广 今天 他不仅仅是 讨还男人的尊严 还想借机折腾一番 给夏夏上上眼药 妈的 竟然抢走到岳父的人 大主人的宝座 真是混蛋 闹事前 他也和诸葛八道通过电话 但没有请示张国伟 因为张国伟 喜欢横横哈哈 诸葛八道的意思是 纠集村民 和大流氓小混混一起出面 打着讨还地皮公道的气号闹事 势力 一般不会太武断地就打击 到底是诸葛八道聪明啊 马云一点就透 他都在秦堂混了几十年 门道当然都清楚了 就在诸葛八道的指点下 纠集了一帮人 围住了服装厂 准备闹腾一场 向来冲在前面的狗 后面 都有栓狗链 牵在主人手中 可惜的是 马云并不知道 他是个什么角色 只知道冲锋在先 解气在说 哪里知道 一旦有事 后面的主人 就会松手 主人随时抽身 狗在前面 就难免被打死 打残的命运了 下说就像了死命令 黄德义也发了狠 黄德义一发狠 警察也就手上加了劲 冲入人群之中 手气棍落 就放倒一个 小混混大流氓 都是出来混的 怎么会怕警察呢 警察一动手 他们就还手 主要也是 仗着身后 有诸葛八道撑腰 虽说上次 诸葛八道 被收拾了一顿 但几天后 生龙活虎 又在清唐恢复了威风 现在还是 连下书记 也让着三分 所以 他们仗着人多 就和警察打了起来 警察都是防暴警察 戴着头盔 拿着盾牌 拎着脚棍 小混混大流氓 手拿木棍 毫不示弱 趁乱和警察 混战成一团 马云一见混战了 现实已经 再一想 闹吧 闹得越大越好啊 有往远处一看 夏夏站在外围 背着手 豪整以暇地看戏 他一见夏夏 就如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就一心认定 上次时间 就是夏夏在背后 吓得黑手 才让他的一只手 差点废掉 而且夏夏 还拿走了 他的岳父人 大主人的宝座 就和他 有不共戴天之仇 马云越想越气 越气越怒 伸手一摸 就摸到了 诸葛霸道 送他的手枪 他刚一回来 诸葛霸道 就送了他 一把小巧的手枪 枪不大 有点像 女人用的手枪 他还不想拿 诸葛霸道 就笑谈了一句 男儿何不带无垢 手去观山五十周 马云啊 秦藤近来不太太平 一枪在手啊 为兄我对你啊 也就放心了 至少在关键时刻 咱不能让别人上了 是不 一句话 差点感动的 马云热泪盈眶 马云哪里知道 诸葛霸道的心思 有些人冲动 而容易失控 给他一把枪 等于是 随时让他处于 擦枪走火的边缘 现在的马云 就已经拿出的手枪 他距离下向 大约三十米远 勉强在有效射程之内 现在人群正乱 没人注意到他 他就悄悄地 瞄准了下响 然后扣动了扳机 反正一片混乱 打了冷枪就跑 谁还能抓住他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小五正在保护 傅仙仙的安慰 没注意到 马云的小动作 眼见下向 就要被马云 暗算成功 正在和一名 歹徒搏斗的警察 发现了马云手中 黑洞洞的枪口 再一看 枪口对准的 正是远处的市委书记 他急了 一把推开歹徒 大喊一声 下世界 有冷枪 话音未落 人 就已经扑了上去 砰的一声 枪响了 警察将马云 压在了身下 鲜血 从他的身上 涌了出来 小五才发现情况 一下就红了眼 一个剑不冲到前面 二话不说 先一脚 踢在马云的太阳鞋上 将他当场踢晕 然后急忙扶起警察 见警察腹部中担 鲜血直流 已经昏迷过去了 他真确地喊了一声 兄弟 好兄弟 小五谢谢你 警察中枪了 所有警察的怒火 一下子点燃了 刚才动手时 还手下留情 唯恐打伤了对方 因为他们都知道 对方是牛林广的人 惹不起 因为牛林广 连警察的人身安全 都敢威胁 现在是急了眼 自己的兄弟受伤倒地 而且还是枪伤 太无法无天了 警察们暴怒了 都下了狠手 片刻之间 小混混大流氓们 就倒了一地 黄德义冲了过去 夏夏也不顾自身安危 放下市委书记之尊 也冲了过去 警察们 纷纷围着夏书记和黄局长 歹徒们跑得跑 倒得倒 抓得抓 已经溃不成军了 夏夏聊到警察面前 双手握住他的手 感动地说道 你救了我 从此就是我的恩人 夏夏胸中的怒火 在熊熊燃烧 他就知道 马云出手的背后 绝对又有人布局 被市委书记 尊称为恩人 所有的警察都感动了 更让他们感动的是 夏书记和黄局长 亲自抬起受伤的警察 警察名叫汪远平 刚参加工作 志气未脱 虽然紧闭双眼 但牙关紧咬 一脸不屈 将汪远平送上救护车 夏夏特意吩咐 一定要好好救治 不惜一切代价 要将汪远平安置妥当 汪远平伤在腹部 击穿了胃 有一定的生命危险 就在众人忙乱的时候 马云竟然苏醒了 一箭势头不妙 转身要跑 萧武发现了 想去追赶 不料旁边一个警察 伸手拉住了他 萧武不解 怎么回事 难道要故意放跑马云吗 黄德已明明也看见了 庄没看见 只顾和夏夏 一起安抚汪远平 眼见马云 就要跑出视线之外了 忽然就有人大喊一声 嫌犯跑了 又有另外的警察高喊 站住 再不站住 就开枪了 马云以为 警察只是吓唬他 跑得更快了 没想到 刚跑几步 枪就响了 而且还不是一枪 是三枪 也不知道是谁开的枪 肯定是神枪手 一枪左腿 一枪右腿 一枪后背 马云当即倒地 昏死过去 此时萧武才看明白 原来警察也会捉放草的一手 打得好 打得妙啊 打得太洁气了 他只觉得 胸中的恶气 一扫而空 也不禁 骂出了一句脏话 妈的 到了局里 也得废了你 马云像死狗一样 被救护车拉走了 有四五名警察陪同 他的下半生 别说玩女人了 恐怕战斗站不起来了 马云事件 引发了秦唐一系列冲突的连锁反应 瞎想回到市委 当即召开紧急会议 他一脸怒气 不但冲所有的人拍了桌子 还第一次 在会上提到了 秦唐的治安环境堪忧 并且 由范进 梁秋瑞 会同黄德义 立刻在权势范围内 开展一次严打行动 所有娱乐场所 所有舞厅 歌厅 喜遇中心 都在此次清查范围之内 张国伟震惊了 张国伟虽然和下想不对 但还没有二愣子到 对下想按下黑手的地步 他要的是正着手腕 不是打冷枪 马云自作孽不可活 庆幸的是 他最近没有和他走近 稍微一想 就知道了是诸葛霸刀的手腕 因为马云还不够层次 直接由牛林广发力 糟了 一招不慎 被下想抓住的机会 要大肆借题发挥了 但问题是 下想借此高配省委常委的 关键时刻 而且他在秦唐立足卫文 就如此大张旗鼓地严打 难道要和牛林广的矛盾公开化吗 但现在形势比人强 张国伟从内心深处 也不愿意下想和牛林广之间的冲突提前 因为不利于他的计划的实施 但眼下既然形势如此 他也只能义正言辞地 指责马云的步伐行径 完全支持下书记严打的提议 下想写坚然人大主任的语维 在借马云开枪事件为由 盛怒之下 第一次完全掌控了节奏 居中一座 怒而生微 已经隐隐有了秦唐第一人的气象 不少常委暗暗揣摩 下书记上升的势头 恐怕压制不住了 但又有人在想 先阶段和牛林广对峙 不太理智 也时机不对 万一牛林广发疯了 在权势范围内闹腾 让秦唐一片乱象四起 绝对要影响到 下书记高配常委的大事 下书记怎么了 怎么会出了婚招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下乡会在失去理智之下 做出失误的判断吗 不会 他的心中自有计较 会后 他和范进 梁秋瑞 黄德义 商议一番 定下了行动的具体安排 想想很清楚 牛灵广不比阿娜辰 阿娜辰有失业 虽然涉黑 但却是实干家 所以 他在朗世扫道娱乐场所 可以直接对阿娜辰 带来打击 但牛灵广没有失业 表面上 有个中天失业的公司 实际上 他名下 根本没有任何失业 只靠敲诈 和收取保护费 就在秦堂 为非作歹了数年 而且积攒了十亿的财富 也是罪行累累 但也从侧面印证了 秦堂的经济确实发达 娱乐业 也是如火如荼 想想此次行动 明是严打 是要清查娱乐场所 其实 是借清查之计 暗中保护娱乐场所 在最近一段时间之内 不被牛灵广敲诈 从而断绝牛灵广的财路 建议试探牛灵广的底线 此为下降的第一重目的 第二重目的 借排查娱乐场所之际 大概摸清 牛灵广在秦堂的势力分布 由此可以推测 他的经济实力 以及主要的经济来源 留作以后出手知识使用 第三重目的 让肖武跟在警察队伍之中 将整个秦堂的娱乐场所的门道 全部抹清 并且尽可能建立联系 算是为以后的长远打算 或者确切地讲 要挖坑 为牛灵广深挖坑 凡是以未雨绸缪 早做打算 最后一重目的 也是要敲山镇湖 马云此次难逃一死 置马云于死地 是正面给幕后黑手 以当头伴合 同时 排查娱乐场所 是在背后 给予强烈警告 一明一暗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是下降惯常的手段 不幸还不能借东风大起之时 看秦堂如何变天 下降又如此地气 是因为他接到钟义平的电话 钟义平在锦邻安县的警县 担任县委书记 对安县的事故里要如指掌 而且工程队也有他的亲信 得知了确切的死亡人数是302人 下降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声声道歇了一口凉气 好一个政绩工程 好一个赶工期 赶出来的惊天事故 他知道 事情包不住了 必定会尘土飞扬 必定会对燕省的证据 造成直接的冲击 因为下降了解孙熙明的命运轨迹 因为有时候 历史会有着强大的惯性 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燕省的证据刚刚平静了不久 又将再次迎来一次猛烈的动荡 就在下降布置下去任务之后 就在黄德义亲自执行任务之时 就在萧武暗中跟随在警察队伍之中 进行下降的摸底大击的时候 省里迎来了第一波冲击 安县特大安全事故被人放到了网上 最先报道的焦点不是死亡人数 而是省政府秘书长彭勇的言论 一夜之间 彭秘书长口出狂言的形象 传遍了大江南北 张国伟其实也第一时间知道了 安县的重大安全事故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燕省每年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安全事故发生 多半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了 而且安县里省城这么近 烟饰和省里肯定会又压又满上下启动 事故铁店会被满得死死的 并且会消失在萌芽状态 他现在担心的是 下下突然大动干戈 要清查娱乐场所的真正用意何在呢 以下降的政治智慧 肯定不会出昏招 但他此举必定又大有善意 到底剑锋指向哪里呢 张国伟百思不得其解 他自然没有下想到高瞻远瞩的目光 至少在长远棋局上要落后散步 电话响了 张国伟一看号码就知道是刘杰辉来电 本不想接 但又怕被人说成太薄情寡义了 还是接了 老刘啊 事情我也听说了 不好办呀 上来就先堵住了刘杰辉的口 刘杰辉还没有来得及品味 从刘主任到老刘的苦子 就又直接被当头泼了一头冷水 心里百般不是滋味 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马云又被人当成了马前卒 他真后悔当初让女儿嫁给这样一个人头猪脑的东西 但听到马云身中三枪之后 他还是不免恨得咬牙切齿 当然不是恨马云 是恨夏祥 因为夏祥当时在场 虽说传闻时 马云要开枪杀害市委书记 才被警察当场击中的 他不信 一心认定 是夏祥故意陷害马云 就是要置马云于死地 不得不向张国卫求情啊 救命要紧啊 张市长 总要想想办法呀 马云最不该死啊 他是被人陷害了 你也知道他的 就是一个愣头青啊 刘洁辉只好拉下面子 但又不能太低声下气了 而且马云没心急 说不定别人问什么 说什么 他又知道许多 不该知道的事情啊 张国卫大怒 怎么着 刘洁会威胁他 意思是说 马云会交代许多内幕了 他的心中 就再次闪过了杀意 马云不能留了 留着他 绝对是个祸害 绝对是定时炸弹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刘洁辉也真不是个东西 赖皮狗一个 张国卫暗暗压住心中火器 应付说道 现在马云还在医院抢救 我会试堂安排一下 先保命再说 又随便说了几句 张国卫就打发了刘洁辉 一脸怒气地响了半天 打出一个神秘的电话 交代几句之后 又叫过一眼 让他晚上再约牛陵广见面 刘洁辉的话 反而提醒了他 马云或者 对他 对牛陵广都极其不利 不能再留在世间了 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抢救不过来 是最好的结果 当然了 事情不能由他提出来 他只需要 陈述一下利害关系 简单一说就行了 再加上下想接下来的行动 会对牛陵广 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牛陵广肯定要气得跳脚 情急之下 就会做出一些 狗急跳墙的事情 张国伟相信 他依然是稳坐在背后 不动如松地 指挥全局的一个 或者是 他自认 还是秦唐第一人 只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事 就连下想也没有想到 傅先锋震怒之下 也对马云动了杀心 他也听说了 马云身中树枪 正在医院抢救 也通过某个渠道 释放了某个信息 当晚 已经渡过危险期的马云 突然身体痙攣 痛苦抽搐而死 具体死因不明 初步怀疑 用错了药 导致的神经功能紊乱 或是 身体技能突然失调 心脏意外停止跳动而死 反正 医院研究一番 得出了一个 含糊其词的结论 既不承认是医院的责任 也不肯定就是 马云自身的原因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不是枪伤所致 马云之死 成了一个谜 也成了刘杰辉心中 永远的伤痛 他没有怀疑牛林广 也没有怀疑张国伟 只怀疑下响 他一心认定 肯定是下响暗下黑手 害死了马云 他决定 不惜一切代价 不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打击报复下响的机会 下响也蒙在鼓里 不知道马云 怎么就突然死掉了 他怀疑的人 当然是张国伟和牛林广 但没有证据 肯定不会说出一句的 不过他也没有过多的猜测此事 因为此时 安线的重大安全事故 已经在全国掀起了风浪 彭秘书长的形象 被网民毁于一旦 影响的只是一个厅纪干部 而后的风潮 影响到了更高级别的官员 也不知道哪一家的记者 化妆成当地村民 混在村民的队伍之中 和村民一起吃住 一起上访 经过几天排查和明查暗访 最后竟然摸出了准确的死亡人数 是302人 甚至还将其中大部分人的姓名和年龄 都记录在案 然后就放到了网上 顿时引爆了整个网络 严省省委省政府 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在紧急召开的省委会议上 范瑞恒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失态 甚至拍了桌子 声音大到像吵架一样 要求严查是是真相 还网民一个真实 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孙习民的神态很不自然 声音也不再启示 只是一再地强调 为了燕省的政治稳定 为了不让中央操心 必须将事故控制在燕省范围之内 范瑞恒却不同意 坚决要求上报到国务院 因为再晚报一份 就要多承担十分隐瞒不报的过失 常委会上 谭国瑞反对上报到国务院 高进州赞成上报 胡增州同意上报 王鹏飞同意上报 肖远欣也支持上报 最后 大部分常委一致举手表决 通过了范瑞恒提出的 上报国务院的决议 因为大部分人心里有数 死亡三百多人 已经构成了重大安全事故 再不上报 必定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省委省政府上报到国务院之后 国务院大为震惊 立刻启动国家重大安全事故应急措施 派出事故处理小组 吉附安县 国务院事故处理小组 来到安县之后 发现救援工作已经停止 因为三天过去了 埋在乱世之下的人 没有可能生还了 小组要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 核实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的多少 关系到追究责任的大小 关系到追究的责任人员的级别高低 最后国务院事故小组 核实的人数 就和网上公布的人数完全一样 死亡三百零二人 已经构成了重大安全事故 上报到国务院之后 总理大为震怒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55集 启动问责 变化莫测 随后 国务院立刻启动了 特别重大安全事故问责程序 就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问题 进行研究 在总理的建议下 政治局召开了会议 就燕省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处理意见 进行讨论 国务院提交的责任认定时 安县县委县政府 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燕市市委市政府 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燕省省委省政府 也有监管不力 隐瞒不报的过责 建议 对省长孙习民 警告处分 吴才阳却提出的不同意见 他认为 燕省省委省政府 也要负其主要领导责任 建议免去 孙习民燕省省长的职务 吴才阳气势十足 他的话一经抛除 就在政治局会议上 立刻引起不小的议论之声 吴才阳是家族势力的领军人物 他的话 基本上会有不少家族势力的政治局委员附和 果然 他话音已落 随后就有四五人表示赞成 委员长反对罢免孙习民 总理也是反对意见 总书记没有表态 官员取的态度不太明朗 第一次会议 没有达成共识 但都看了出来 吴才阳的态度十分坚决 相信还会继续推动 罢免孙习民的体议 谁都清楚的一点是 孙习民得罪了吴才阳 尽管有人不清楚 究竟是怎么得罪的吴才阳 但都看了出来 反正吴才阳是铁了心 要抓住此事不放 不会轻易罢手 吴家一怒 虽说不至于风云变色 也会掀起不小的风浪 何况孙习民确实有问题被人抓住的把柄 阳省 省长办公室 孙习民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颓然坐在椅子上 他已经第一时间听到了政治局的会议动向 对于吴才阳提出的对他的免职提议 虽在意料之中 也是备受打击 难道是因为下想吗 孙习民自认为 和吴才阳没有什么过节 来往也不多 平常关系虽不密切 但也说得过去啊 不算是太敌对的一方 怎么吴才阳就抓住此事不放呢 非要毒死他的仕途 在官场上 毁人前途 就和杀人性命 没什么两样 孙习民对吴才阳恨之入骨 但也只能无奈地叹息 他现在身上全是脏水 洗都洗不掉 也不能怪吴才阳 非要落井下石 还是自身不够强硬啊 但问题是 谁能想到 会意外出现重大的安全事故呢 再想到 安县视察之时 山水路突然山体滑坡 堵住了去路之时 他心里就更堵了 由此再联想到 安县视下象 曾经担任常务副县长之地 山水路 又是下象修建的公路 莫非下象 真是他命中的客行吗 好好的 当时为什么鬼迷心窍的 非要视察什么山水路 烟声之大 哪里不好视察 哪里没有风景 偏偏当时就想到了安县 想到了山水路 难道下意识里 还是有下想的因素在内吗 孙习民追悔莫及 但人生之时 后悔却是无用啊 事后诸葛都会 却无法弥补天大过错呀 一步错 步步错 或者从一开始 有意拉拢下想 就是迈出的第一个错步 然后拉拢不成 就转为疏远和打压 然后就有视察安县 然后就被趋炎复尸的 安县党政领导 及时领会领导意图 扩建山水路 其实不管是不是承认 孙习民也知道 在骨子里 还是对安县扩建山水路的举动 很是受用 所以才会十分关心工程的资金 也亲自顾问了此事 当时的热心 现在都成了他的麻烦 孙习民摇摇头 官运不计 没有办法 不能怨天尤人 只能怪自己 用一句难听的话来形容就是 倒霉催的 一条山水路 当年成就了下想的名声 不承想 竟然成了他的滑铁路 他和下想之间 怎么就这么格格不入呢 秘书刘成 在外面轻声请示 孙圣长 谭圣长来了 事故发生之后 燕省的一杆党政领导 都对他敬而远之 好像他是温神一样 就让他的心中大为韵怒 他还没有倒台呀 燕省官员 怎么都如此势力呢 他未必就过不了这一关呀 孙习民甚至不无愤慨地笑 等他过关之后 再重新收拾和善 再重新树立威望 一定要让小乔他的人 都付出代价 再等他在燕省 当上的省委书记 以前对他敬而远之之人 个个都要对他高看三分 没想到 政治局的风声传出之后 第一个前来向他示好的 竟然是谭国锐 就让他微微感慨 人心不鼓啊 国锐才是一个好人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政治局会议 虽然第一个回合没有结果 但哪个省委常委的背后 没有政治局委员的支持呢 因此 消息已经在内部流传了 不过毕竟都是高层次的干部了 谁也不会说 更不会表露出来 但所有人都对他冷落 他也看了出来 就让他对燕省的一干人 没有了好印象 谭国锐 迈着安稳的步子走了进来 与其很平和 态度很端正 孙生长 俺现在事故处理方案 我初步拟定了一个章程 请您过目 在国务院没有正式得出处理意见之前 燕省也必须做出样子 对相关责任人拿出处理意见 谭国锐表面上 镇静从容 其实内心也有不安和恐慌 事情闹得太大了 而且 他甚至有不祥的预感 说不定 还会连累他的前途 他心里说 不怨恨孙习民 那是假的 如果不是孙习民 去视察山水路 也不会突发重大安全事故 燕省又不是西省 没有大型煤矿 以前也没有发生过特大安全事故 你说好好的 孙习民一上任 就发生了三百多人死亡的大事 不是倒霉催的 又能是什么呢 不过谭国锐 随即又敏锐地意识到 万一孙习民受到牵连 被中央免职 燕省省长宝座一人 说不定 他有机会一步迈进 坚然省长一职呢 如此一想 谭国锐在看孙习民时 目光就有所不同了 不再是敬畏和尊敬 而是 有点怜悯 和嘲弄了 孙习民没有意识到 谭国锐的目光 已经起了变化 简单地看了一眼 谭国锐的汇报材料 也没有发表什么看法 就说 先分我这里吧 等有时间再研究一下 其实他也清楚 在中央没有对省委领导的责任 认定出来之前 省里不会先处理下面的相关责任人 谭国锐点点头 转身要走 孙习民又叫住了他 国锐啊 等一下 有件事情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口气是前所未有的客气 若是以前 谭国锐巴不得和孙习民多做作 以便交流感情 增加了解 但现在 却不愿意多停留一分 以免和孙习民走得过近 惹祸上身 但又不得不停下脚步 孙省长 还有什么指示精神吗 不是指示啊 就是随便说说话 孙习民摆出了 是随意聊天的姿态 还从办公桌后面绕过来 坐在沙发上 以示亲近 对于目前你手头的工作 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一般而言 领导问你对工作 有没有什么想法 多半是提拔的征兆 但孙习民 显然不够资格 提拔谭国锐 不过他还是有足够的权力 将一些重大项目 指派给谭国锐负责 重大项目寄出政绩 又有好处 因此 省长的权力还是很大的 尤其是对副省长来说 谭国锐 却没有一点欣喜的想法 但又不好表现得太过明显了 就说 谢谢孙习长关心 对目前手中的一摊事物啊 还算满意 孙习民一听 就知道谭国锐 没有继续深入交谈的兴趣 不由眼神一闪 白手说道 好吧 国锐 就好好做好本职工作 谭国锐一走 孙习民一下子觉得周围一片凄凉 原以为 谭国锐还会和他走近一些 至少也让他得到一些慰藉 没想到 最后他竟然成了孤家寡人 偌大的阉神 除了他的秘书之外 竟然没有一个情形 失败啊 天大的失败啊 对 还有一个彭勇 不过在彭勇 被放为口出狂言的秘书长之后 孙习民就大概知道 彭勇的政治生涯 走到头了 想了半晌 他还是拿起电话 打给了委员长 委员长 我向您诚恳地认错 事情太突然了 我也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西敏啊 你也别太自责了 你才到阉省多久啊 事情怎么能怪你呢 委员长的声音 听上去很纯和 也很笃定 不要着急 继续安心工作 事情 还有回转的余地 也就是吴才阳提了一提 我不点头 总理不点头 总书记不点头 你就下不来呀 孙习民是一省之长 不是副省长 政治局会议之上 必须要几个巨头 点头才行 甚至不夸张地说 先在几个巨头之间 达成了共识 才会上政治局 正式讨论 最后形成决议 因此 孙习民的省长宝座 想被人拿掉 也不容易啊 委员长的话 给孙习民吃了一颗 大大的定心丸 然而 孙习民并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和委员长 通话的同时 吴才阳 召集了四大家族 主要力量 举行了一次小型会议 就推动 罢免孙习民的体议 进行了闭门交谈 最后 一致达成共识 吴家带头 梅家 邱家 和副家 同时响应 力争一举 拿掉孙习民 京城的局势 陡然紧张起来 在距离京城 不到200公里的秦塘 也正在经历一次 前所未有的冲击 和摩擦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 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56集 再造声势 再临危机 命名为历见的演打活动 在世卫市政府联合下文的造势之下 在世卫常委 政法委书记 将公安局长黄德义的亲自带领下 声势浩大 是秦堂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 力度最大 同时也是 范围最大的一次 整治治安环境的行动 一开始 秦堂的大小娱乐场所 喜遇中心 舞厅 喜头城 人心惶惶 唯恐在演打之下 影响的生意是少 说不定 还抓得进去是大 因为不少从事此类行业的老板 都听说过下想的大名 当年在朗市的一次打黄扫肥 让无数人为之心惊肉跳 甚至秦堂的部分从业人员 还是当年在下想严打时 从朗市狼狈逃到秦堂的 现在要是再栽到下想的手中 可就真是人生悲剧了 以前下想才是常务副市长 现在是市委书记 是一把手 不料声势浩大的利剑行动 来势凶猛 但却是板子高高扬起 轻轻落下 警察到了之后 只是简单走走过场 不盘查 不鸡飞狗跳 反而态度不错 礼貌执法 文明办公 聊起了天 但有一样 警察虽然不是想象中的凶狠 但却每天都来 倒也让人不厌其烦 不知道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几天后就都知道警察的打算了 一般情况下 牛铃广的楼楼们每周收一次保护费 在警察盘查的第三天 牛铃广手下出动了 到各大娱乐场所收取保护费的时候 和警察撞个正招 明明是排查娱乐场所的警察 却和前来收取保护费的牛铃广的手下 起了冲突 而且还不是一处冲突 是全是各大娱乐场所 只要有收取保护费的牛铃广的人 就有警察 直接或间接地阻止 对方强硬的话 警察也强硬 对方绕行的话 警察也不追赶 如此几次三番下来 张国伟终于恍然大悟 才回过味来 原来着了下想的道 上了下书记的当了 怪不得他当初百思不得其解 明明是马云惹事 明明马云的背后 是牛铃广和诸葛霸道的影子 想想为什么要打着 整肃治安环境的旗号 排查娱乐场所呢 难道下想不知道 牛铃广 虽然明像有几家娱乐场所 但并不上规模和档次 牛铃广做的是五本生意 不是实业 张国伟还以为下想昏了头 出了昏招 现在才明白过来 原来下想的手段是 暗渡陈仓 借机断牛铃广的踩路 但问题又来了 一次行动不可能持续多久 下想想要的 只是敲打一下牛铃广吗 他就不怕打草惊蛇吗 再仔细一分析 联想到省里的局势 张国伟觉得 他似乎抓住了一点什么 但是念头一闪 又消失了 再怎么想 也想不到是哪里有关联 或者说 是下想在借机谋划什么 他十分懊恼地摇摇头 可惜脑子不顺畅 怎么都理顺不了 所幸不再去向 针对孙锡敏 有可能因为安线特大安全事故 而受到连累 张国伟也分析了局势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孙省长顶多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甚至只是处分一个副省长了事 毕竟孙省长的后台强硬 不可能因此而倒台 虽说是特大安全事故 但毕竟孙锡敏来阉省时间还短 不能直接把安全事故栽在他的头上 张国伟甚至还想 山水路是下想灾难时修的公路 能不能翻翻旧账 把下想绕进去呢 如果从正面上 利用特别重大安全事故 将下想绕进去 栽在侧面 利用牛林广分散下想的注意力 下想父辈受敌 再进一步 再利用他在秦唐的根基 发动曲线或大局制造一些事件出来 下想就深陷十面埋伏之中 首尾不顾四面楚歌 然后就会犯错 下想还想高配省委常委 做梦去吧 张国伟办公桌上的直接通往京城的电话 突然就响了起来 让正在沉思的他 心中一惊 下意识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 出什么大事了 直通京城的电话 轻易不会响起 一响 必有大事 张国伟急忙接听了电话 只听了几句就脸色大变 只是连连点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放下电话 他脸色木然惨白 冷汗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从京城传来的消息是 孙习民有可能被中央 依据国务院 关于特别重大安全事故 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 和其他有关规定 就地免职 因为吴采阳抓住此事 正在积极推动 对孙习民的问责 和罢免 但京城的消息同时还透露 目前 对于孙习民的责任认定 中央的争论还很大 有重量级人物坚决反对 但更有重量级人物没有表态 事情还在悬空 事上事下 还在两可之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怎么会呢 张国伟没有想到 事情竟然引发了如此严重的后果 他本想祸水东瘾 想让下象落一身脏水 没想到京城方面 已经有人抢先一步 开始着手 对孙习民的情色 怎么办呢 孙习民是他在燕省最大的后台 刚刚建立了基础 万一孙习民倒台 他先前的百般辛苦 万般努力 将会复制东流 不行啊 不能坐等啊 张国伟立刻拿起了电话 直接打给牛林广 林广 晚上有没有时间 一起坐坐 张市长啊 我连饭都吃不上了 哪里还有心思坐坐呀 要不 你请客 牛林广和张国伟说话 一向不怎么客气 他自是有后台 有实力 整个秦堂 还真没有让他 特别放在眼里的人物 张国伟 其实也不喜欢 牛林广 牛气哄哄的口气 但他和牛林广之间 是合作关系 特别是现在 在下想上任以后 因为有了 共同的敌人的缘故 反而有了 更加走近的趋势 其实 以张国伟的为人 和长远考虑 他才不愿意 和牛林广 走得过近 走得过近 很容易留下 政治上的污点 影响他 伪光正的形象 但现在形势过紧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和牛林广的合作 不过是权宜之计 好说呀 请你吃饭 还不是一件小事吗 张国伟故作大度地说道 你定地方 我定时间 最后一致约定 晚上七点 陈家沟酒楼 下班走出 侍卫大门的时候 张国伟注意到 夏夏和梁秋瑞 有说有笑地出了门 徐子齐 满面春风地跟在后面 好像要升官发财一样 不由心中暗暗骂了一句 幸灾乐祸 等孙生长过了这关 有你们的好日子过 到了陈家沟酒楼 牛林广居然还没到 张国伟心中更气了 现在他还没有实事 怎么什么人 都跟他摆谱呢 真是邪门了 又等了十几分钟 牛林广才姗姗来迟 竟然连一句 抱歉的话都没有 上来就说 张市长 知道我为什么 还要来陈家沟吗 这里 有让我牵挂的美女啊 上次牛林广 见过银茉莉之后 念念不忘 派人四处打探 终于知道了一点 银茉莉的情况 姓名 陈丽 国籍 美国 来自京城 身份神秘 资金来源 未知 其他方面的信息 也是查不到太多的东西 似乎是 人为的掩盖了许多信息 牛林广 牛林广却不管这么多 只要陈丽不是什么省委书记的外甥女 省长的侄女就行 虽说看样子像是有点来历 但他相信 陈丽难逃他的手掌心 不过上次见到之后 陈丽行踪不定 很难找到 今天再次来到陈家沟饭店 牛林广就想试试 是不是可以再次遇到 也和该他赶上 一进门 就看到了陈丽 传业神领班经理智服 正在大堂中 转来转去 身材曼妙耳多姿 合体的职业装 衬托他风百扬柳 举手投足之间 风情万种 就是下想现在看到 也不得不感叹一声啊 银茉莉还真是一个极品美人 不管穿什么衣服 都另有味道 许多女人都以为衣服 可以让她们漂亮 其实她们错了 先要人漂亮 然后衣服才漂亮 牛林广双眼放光 贪婪而充满欲望 张国伟实在看不惯 她的骚猪模样 拉了她一把 林广啊 先谈正式要紧 女人嘛 只是点缀 嘿嘿嘿 张市长 我境界不够啊 对你来说是点缀啊 对我来说呀 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嘿嘿嘿 牛林广黑黑的一脸邪笑 转进天下大前 睡进天下美女 嘿嘿 是我一生的两大愿望啊 张国伟没有说什么 只是没来由一阵厌恶 然后和牛林广进了雅间 坐下之后 张国伟也懒得和牛林广客套了 简单的说了一说省里的局势 以及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一说到下响 牛林广就咬牙切齿了 下响真要惹极了我 我大不了和她鱼死网破 妈的 谁怕谁啊 我手下一帮兄弟 随便一个就能弄死她 再找两个 还不起高利贷的来顶罪 谁能拿我怎么着啊 张国伟假装没有听见牛林广的话 因为她不可能和牛林广坐在一起 讨论杀害堂堂的市委书记的话题 是足以让她永远无法翻身的政治事件 就忙岔开了话题 林广啊 不要说气话狠话呀 没用啊 我有个办法 你要不要听听啊 张市长 有什么只是精神 我吸耳恭听 牛林广其实也不傻 刚才说的一句狠话 马上就有恢复了正常 她也不过是 在张国伟面前 装枪做事罢了 岸线的重大安全事故 你也听说了 你知道不知道 山水路 是下乡在岸线担任 常务副县长时 给修建的 如果有人能找到当年的施工队 找到证据证明 山水路 是豆腐渣子工程 林广 你现在面临的危机 就解除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 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 点赞评论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集 总有小人 人面受心 张国伟的用心 自然十分险恶 由牛林广派人出面 暗中调查也好 伪造也好 反正目的就是 给下想添乱 不想下想好过 现在牛林广 被下想逼迫过急 损失惨重 他正在气头上 肯定会跳入圈套之中 果然 牛林广一听 就眼睛大亮 好主意 高啊 我也听说了 上头正严查这件事情 要是翻出来旧章 是下想的问题 下想是不是要倒霉了 张国伟 话不会说到明处 呵呵一笑 现在中央 实行问责制 以前负责的工程 适合出现质量事故 也要追究当时的 主要领导责任呢 牛林广品了一口酒 忽然问了一句题外话 老刘最近 要去上访 张市长有没有听说呀 马云死后 死因结论含糊不清 刘杰辉不肯善罢甘休 非要失去给个说法 视觉大张旗鼓地 调查的医院的医生 和看守的警察 最后 还是没有明确的结论 只说是 马云身体机能受损 意外导致死亡 刘杰辉不干了 又到市委市政府大闹一番 最后被人推了出去 他反正已经退了 现在什么都不用顾虑了 就索性走上了上访之路 前天去了省城 谁知刚去 就被武警一枪拖打在脸上 当即打得满脸是血 一是他上访的时机不对 现在燕省正在紧张处理 安线重大安全事故 对待所有的上访者 严加盘查 一律清理 悲催的刘杰辉 被当成了死亡工人的家属了 所以 才连话也没有说出口 就被拖到一边 一顿豪打 人倒霉的时候 喝口凉水都要塞亚缝 刘杰辉悲愤莫名 认为自己一生 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 却落得如此下场 几乎痛不欲生了 他也不在省里上访了 直接就去了京城 张国伟对刘杰辉的动向很清楚 按照规定 势力 应该派人将刘杰辉看住 不让他乱跑 给侍卫添乱 但刘杰辉是给下想添乱 他也派了人 跟着刘杰辉 但只是跟着 并没有将刘杰辉带回来 就让刘杰辉发挥余热 当一只苍蝇好了 苍蝇虽然不像蚊子一样盯人 但不使得嗡嗡地飞来飞去 至少能让人心烦意乱呀 能让下想心烦意乱就好 再如果 能搅乱下想的视线 影响他的判断 就更好了 张国伟的如意算盘 自然打得精明 刘杰辉会从正面牵制下想 不断地上放 不断地制造压力 也能让下想疲于应付 牛林广从背后捣乱 尤其是暗中调查山水路工程 说不定 会收到出奇不意的效果 甚至能让下想翻船 他躲在幕后 暗中操纵一切 再利用他的权威和势力 在工作中 以正大光明的理由 和下想对抗 三处同时出手 不信下想 还能从容应对 下想还像 高配省委常委 哼 最后估计 只能做春秋大梦了 如果再因为山水路的问题 将责任推卸到下想身上 然后让孙锡民从容过关 张国伟心中暗想 倒是孙省长 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他才好呢 妙啊 妙不可言啊 张国伟几乎要为他的计策 大声叫好了 牛林广少见得沉静了 似乎在低头想事情 大概过了几分钟 他才抬起头来 其实下想这一次 借清茶余的场所 还是想断了我的财路啊 不过我牛林广 大大小小的风浪经历多了 这一次也伤不了我 大不了我晚上一个月 在做生意 也饿不死不舍 张国伟一听 怎么着 牛林广的意思是 不想去调查 安线的山水路了 不料牛林广话题一转 又说 山水路的问题 让诸葛霸道和吕振阳出面 你说怎么样 张国伟笑了 这么大的一个诱饵 如果他不是因为身份限制 也想亲自出面去调查 不信牛林广不动心 不过也别说呀 牛林广也不简单 让诸葛霸道和吕振阳一起出面 一个诡计多端 一个酒精官场 两人联合 肯定可以没有遗漏 又一想 吕振阳当年堂堂的教育局长 现在沦落到 被牛林广呼来喝去的地步 也是悲哀呀 不过张国伟 也顾不上替吕振阳夺享了 现在的吕振阳 对夏祥也是恨之入骨 能有机会揭露夏祥的老底 他肯定求之不得 又和牛林广喝了一气酒 差不多 事情谈完了 张国伟就提前告辞了 牛林广却没有走 而是下楼 要找尹茉莉好好聊聊 到了楼下才发现 尹茉莉已经走了 就让他大感失望 一直等候在楼下的好滋味 察言观色 知道牛林广的心思 就说 牛总啊 我刚才已经派人跟踪陈丽了 估计一会儿就知道 他住在哪里了 牛林广哈哈一笑 知我者 自慰也 行了 以后小葵就让给你了 我不和你争了 一句话说的好滋味 心惊肉跳 他原以为牛林广并不知道他的心思 没想到 牛林广粗中有戏 竟然摸透了他的想法 他暗暗擦了一把冷汗 以后在牛林广的审便 要更加小心才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好滋味不知道的是 他暗中帮助牛林广跟踪银魔力 等于是引爆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 从而导致了牛林广和阿纳辰之间的 第一次正面冲突 尹莫力回家的时候 一点也没有发现 身后有了尾巴 直到他快到家的时候 有人出来接他 才发现身后有人 负责经营尹莫力的 是阿纳辰新书的手下大将 萧良 萧良和萧武同性 但和萧武既不认识 又没有丁点关系 如果非要说 他和萧武有相同之处的话 他也是转业军人出身 一身功夫 不比萧武差 萧良早就听说过 阿纳辰的大名 他为人简单 就是对阿纳辰 崇拜得无以复加 因此 在听说阿纳辰重新出山 并且招兵买马之时 就立刻前来投奔 萧良和萧莫力绕了一圈 甩掉了身后的尾巴之后 才领着萧莫力来捡阿纳辰 并且说明了情况 阿纳辰听到之后 脸上有了愈怒之似 萧莉 最近几天 你少露面 萧良 你和萧武碰个头 向她说明一下情况 查一查 是不是牛铃广的人 阿纳辰的势力 正在逐步壮大之中 虽说和牛铃广相比 还很微小 但她一生纵横 黑白两到数十年 除了被夏祥打败之外 还真没有输过谁 一个牛铃广 还真吓不倒她 敢打她女儿的主意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其实 如果不是为了配合夏祥 阿纳辰 早想主动出手 先敲打牛铃广 几次再说 虽然她也涉黑多年 但也实在看不惯 牛铃广的嚣张 和不可一世 眼下局势风起云涌 阿纳辰心里有数 恐怕夏祥 已经开始为牛铃广挖坑了 她是吃过夏祥大亏的人 知道夏祥的手段 让人防不胜防 现在市局声势浩大的行动 就是一次前奏 一次敲打 一次摸底 肖武在暗中摸底 虽然没有对她明说 但也有所暗示 她就多少猜到了下想的用意 牛铃广和她不同 她当年有事业 有庞大的经济帝国 牛铃广没有 只是建立在一群 亡命之徒效忠的基础之上 因此对付牛铃广 夏祥的出手 不会是步步紧逼 逐渐竖紧 而是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 必定是致命一击 不给牛铃广喘息的机会 因为牛铃广的手下 都是亡命之徒 如果打蛇不死 必被蛇咬 阿纳辰不敢说 完全知道夏祥的路数 但也多少有点自信 能推测出夏祥每次出手 必定大有善意 要么不止陷阱 要么配合政治局势 夏祥有可能高配省委常委 阿纳辰也有所耳闻 而安线的重大安全事故 可能会对省里的局势 带来不小的冲击 也会直接影响到 夏祥高配常委是否顺利 由银茉莉被跟踪 阿纳辰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局势 忽然想起了什么 就立刻打电话给肖武 肖武啊 夏书记当年 是不是也在安线担任过职务啊 肖武正沉浸在悲痛之中 因为重大安全事故 也有他的亲朋好友在内 听阿纳辰猛然疑问 也是脑中一闪 没错 就是当时我和夏书记认识的 他当时是常务副县长 山水路就是他在任时 直接牵头修剑的 阿纳辰意识到了什么 肖武 你最好和安心的关系联系一下 让他们最近留神一下 看是不是有人调查当年修路时的问题 肖武没有阿纳辰的目光深远 没听明白 都多少年过去了 有什么调查的 再说当年夏书记修路的时候 那才叫赶人呢 能吃苦 阿纳辰直接打断肖武的话 不用管那么多 照做就行了 绝对不会有坏处 吩咐完肖武 阿纳辰又打给了老贼 留意一下 最近牛林广身边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动向 去哪里 做什么 都尽可能地查个详细 夏书默认肖武将阿纳辰请出 算是非常明智的一步棋 因为阿纳辰 确实在暗中帮了他的大忙 也是夏书心中明白 一个人成功的背后 必然要有一帮用心 并且真心的朋友在帮他 一个人 永远无法在险恶的官场之中立足 就在张国伟和牛林广布局之时 就在阿纳辰意识到了不对 出手还击之时 夏书接到宋朝栋的一个关键电话 事关高配常委一事的最新进展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58集 不必手软 时不我待 宋朝栋的电话打来的真是时候 夏乡正和梁秋瑞 徐子齐一起吃饭 正受到安县的事故 和秦唐的演打之时 电话响了 一件是宋朝栋 夏乡就跑旁边 接了电话 宋朝栋开门见山 夏乡啊 本来你的事情 反对的力量很大 但支持的力量也不小啊 一直在僵持 不过 想要一下打开局面 也很难啊 说不定要拖上半年 因为现在 燕盛常威一配棋 没有空缺 但现在机会来了 是天大的机遇 不能错过呀 宋朝栋的声音 是前所未有的决绝 官场上的事情 很简单 不是你上 就是我下 没人让位 就难如登天 有人让位 就必须趁机上位 不能犹豫 也不能手软 现在各方力量 都在推动 对孙熙明的 罢面提议 尤其是 吴财阳打了头阵 大有事不罢休之事 较量已经摆到了 明面上 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 在面临重大抉择面前 你也不能坐等啊 因为现在 军方态度还不明朗 可能会成为 你的绊脚石 你有必要 亲自去和老谷谈谈 争取军方缓和立场 宋朝度已从未有过的坚定 一口气将话说完 是夏侠认识宋朝度以来 最让人感到惊讶的一次 快语如诛 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 宋朝度 为了夏侠的事情 却是付出了全部努力 夏侠就有点感动 想说几句感谢的话 还未说出口 宋朝度就挂了电话 就先这样 记住一点 孙心明下 你受 不要沾前顾后 机会 往往只有一次 是啊 机会有时不仅仅只有一次 而且还可能是 极其难得的一次 有许多人 终其一生 都等不来一个升迁的机会 为官之人 信运气者 时有六期 夏侠也多少信一点 不信不行啊 只要研究历史 就会知道 但凡成就大业者 总有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的庙局 而历史上 数不胜数的失败者 总是遇事处处受挫 由小败积累成大败 最后一败涂地 一生只为成就 胜利者的英明 历史是残酷无情的 现实也是 放下宋朝度的电话 下下沉吟良久 心中竟然一时 拿不定主意 说服劳谷支持他 他有一定的把握 对于劳谷的脾气 他自信 还有足够的了解 但孙习民 真的错该被免吗 要说无辜 也确实不能完全 跪到孙习民的头上 三分天在 七分人祸 最大的罪魁祸首是 安宪的县委书记 和县长 但因为死亡人数过多 必须要有 相应级别的 最高行政领导 出来领罪 孙习民就恰逢此事 只能低头认错 政治就是政治 有多大的职务 要相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权力和义务是对等的 其实说来 如果不是孙习民 非要去视察山水路 又没有半路山体滑坡风路 就没有安心的党政领导 大拍马屁的行径 说白了 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来形容 还真是 人要倒霉了 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换了别人 下想还真要惋惜一番 但对于孙习民 他还真惋惜不起来 因为比起后世 现在的孙习民 还算幸运多了 后世的孙习民 一生遭遇过两次重大安全事故 两次引咎辞职 成为国内最高级别 并且最倒霉的省部级高官 甚至有人说他面向不好 命令就不该升到正部级 一到正部 必受挫折 他的遭遇 也让许多官场中人 隐为憾事 一个人 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一个人 不可能同样的错误犯两次 但孙习民 却同样的倒霉事情 遇到了两次 也算是人生之大不幸 今生 也是如此 历史有着强大的惯性 或许说 一个人的命运轨迹 也有着某种不可抗力的因素 孙习民 没去西省上任 躲过了在西省镇上 因为重大旷难 而引咎辞职的命运 来到了燕省 还是再次遭遇了人生之中的滑铁炉 后世的孙习民被免职 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政治斗争 想想不知道 也不够层次知道 现在 他和孙习民正面交锋 而且 他还要成为将孙习民推下马的 幕后推手之一 历史 在相似之处 又有分叉 回到座位上 夏想收回了心思 继续和梁秋瑞 徐子齐吃饭 现在梁秋瑞 已经和他完全一心了 他也对梁秋瑞 做到了完全信任 徐子齐更不用说了 打扰郁佳成熟的姿态 徐子齐非常开心 夏想有可能 高配省委常委的消息一传出 他比夏想还兴奋 不兴奋不行啊 夏书记 成了副省级的干部 他身为秘书 也要水涨船高 肯定要解决正处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他现在是副处 提的才不久 按说 最少也要两年后 才能解决正处级 但夏书记 成了省委常委的话 堂堂的副省级干部 只有一个副处级的秘书 就说不过去了 等于是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少奋斗至少两三年 徐子齐心里的兴奋劲 就别提了 人的一生 娶对了老婆 跟对了领导 是两大姓氏啊 梁秋瑞的心里 也是高兴得很 夏书记一步迈入副省 在秦堂就会威望大涨 并且肯定会完全站稳脚跟 打开局面 张国伟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一想起以前受过无数次张国伟的气 梁秋瑞就有一种 扬眉吐气的感觉 总算派来了一位强势书记 不但强势 要还是省委常委的话 市长就得完全靠边站了 他几乎要大笑出声了 张国伟也有今天 夏乡也理解 梁秋瑞和徐子齐兴奋的心情 他却轻松不起来 高配省委常委 还有一段路要走 虽然不太漫长 但也并不十分轻松 小葵现在怎么样了 夏乡就换了一个轻松的话题 他还好啊 还在家里休养 上次的事情 给他的打击不小啊 提到小葵 梁秋瑞的目光黯淡了 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 夏乡也摇了摇头 也怪我们对他保护不周啊 让他受委屈了 以后多长个心眼就好了 别再轻易伤他受骗了 梁秋瑞点头 听小葵说呀 有个叫好自卫的人 最近总给他打电话 还给他送鲜花送礼物 他也见过他 好像对他有点意思了 好自卫 不是牛林广的秘书吗 徐子齐插了一句 一想 又觉得 用秘书来形容好自卫 有点高抬了他 就又说 哦 他是牛林广的助理 他追求小葵 肯定没安好心 夏乡也懒得在操心一些 边边角角的事情 邱瑞啊 子齐 你们多留心点就是了 别让小葵再上当了 社会太险恶 人心太复杂 他要自重自爱啊 随后 又说了一些别的话题 说到了秦唐的局势 以及最近张国伟的动向 梁秋瑞就忽然意识到一点 夏书姐 张市长最近很老实啊 是不是 又要在背后准备什么小动作了 夏乡普遍接梁秋瑞的话 徐子齐就接话说道 秘书长 张市长最近的工作重点 肯定不在秦唐 而是在省理 梁秋瑞明白了什么 现在整个秦唐的局势 都被夏书记 高配常委的事情牵制了 秦唐的内部事务 反正没太多人关注了 当然也不是不关注 而是相对来说 注意力都集中在省里了 不仅仅是夏书记高配常委 还有安县特达安全事故的最终处理结果 也牵动了所有人的目光 不关注不行啊 省里的局势 有可能再次大变 必然引发新的人事调整 在人事没有落定之前 都无心工作 工作给谁看呀 不站好队 做出成绩也没用啊 夏乡也明白这个道理 但事情不是由他说了算 他也没有办法 不过宋朝都提醒的也是时候 只差最后临门一脚了 他要进京 去建老谷 最后的推动之手 还需要他来完成 第二天 夏乡就来到了京城 打了谷玉的电话 谷玉依然直接挂断 夏乡就发了一个短信过去 我在京城 忘了带钱 现在吃饭困难 借一元钱 行不 不出一分钟 谷玉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你在哪里 怎么一个人出门不带钱 真是的 半个小时后 谷玉就现身在夏乡身边 一见夏乡一脸坏笑 谷玉就知道上了当 小脸立马阴了下来 转身要走 夏乡就一把拉住了他 说道 谷玉 你和陈宽华在一起了 你管不着 谷玉嘴硬 我只是想告诉你 要是你真和他在一起 请允许我送你祝福 我不需要 谷玉不走了 眼睛直视地下想半天 忽然眼泪流了下来 你太气人了 你真是我的命中克星 你 我恨死你了 恨就恨吧 爱有多深 恨就多深 夏乡一把将谷玉抱在怀中 十分用力 谷玉 一点也没有挣脱 呜呜地哭了起来 哭了半天 他忽然又不哭了 我知道 你想利用我见爷爷 好 我现在就带你去 不多时 来到了老谷的宅院 初春的天气不错 阳光微热 老谷坐在椅子上 眯着眼睛晒太阳 似乎对于下想的到来 一点也不惊讶 我就知道啊 玉丫头 还是难逃你的魔兽啊 老谷半睁着眼睛 说了一句真真假假的玩笑话 我还知道啊 你肯定还会有求于我 说吧小夏 是不是 省位常委的事情啊 夏夏老师的点头 老谷睁开了眼睛 沉默了半上 忽然叹息一声 唉 我帮你 但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要答应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 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一千一百五十九集 江山美人 皆在我心 下想一瞬间 猜到了什么 目光就落在了古玉身上 老古的条件就是 让他放手古玉 老古的用意就是 要江山 还是要美人 只能选择一样 古玉故意不看下想 但眼中明显流露出紧张 想想看得出来 古玉对他 一往情深 难以割舍 他对古玉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说是无情 说是可以随意放手 其实平心而顿 哪里这么容易舍弃呢 他和古玉之间 即使没有和卫星一样 缠绵的感情 没有和曹树立一样 深厚的感情 没有和连若汉一样 默契的感情 但也是 经历过一番风雨 才走到一起 也不容易 如果他选择放手古玉 必定会对古玉 带来巨大的伤害 有可能真的 永远失去古玉 下想并不是想自私地 永远地拥有古玉 而是不想 当最先放手的一个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就像拿橡皮筋 最后放手的一个 总是最疼的一个 下想宁愿 古玉先放手 他受伤 沉默了片刻 他直视老古的眼睛 说了一番话 老古 我一直非常敬重您老人家 因为和您认识以来 您一直都在给我 无私的帮助和关爱 我无以为报啊 我所能做的 只能是尽可能让您老人家 安心 舒心 不再为古玉操心 古玉是个好女孩 她最大的优点就是 单纯而快乐 但单纯 也是她最大的缺点 也请允许我 说一句过头的话 我比您 更了解古玉 古玉的泪水 无声的滑落 人生之中 有些路走过了 对也好 错也好 已经走过了 回不了头了 就只能从容面对 我也许 给不了古玉一生的幸福 但她有她自己的快乐和选择 我所能做的就是 她快乐 可以让她一个人快乐 她悲伤时 可以由我陪她度过 不至于 让她一个人落寞 有些人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 也许 都走不进对方的心里 但有些人 只见过一面 就好像是 认识多年的朋友 如果说 非要用古玉 来换取一个机会的话 我想说 想想来到古玉面前 伸手 从她的头上 拿下了她的头绳 一头拉在自己手上 一头 套在古玉的手上 然后拉直 直直地看着老古 我永远不会做先松手的人 因为那样 会打疼了古玉的手 会伤到她的心 古玉挖的一声 失声痛哭 不顾老古再长 一头扑到下下的怀中 气不成声 初春的阳光 打在宅院之中 安静而和谐 就如一场盛大的宴会 宴会再盛大 也总有落幕的时候 人生再漫长 也有走完的一天 但感情 但亲情 却在代代相传之中 成为所有人 来以生存的温暖 老古仰天长坦 双手握拳 似是愤怒 似是无奈 又似是坚定 过了半晌 她才猛然站了起来 来到夏夏面前 以气坚定地说道 夏夏啊 你的运气 真是好得让人忌妒啊 拍了拍夏夏的肩膀 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 又回过身来 到了腹部以后啊 路 要你自己走了 我不会再帮你一次 话说得很决绝 背影也是 毅然决然 不留一丝余地 谷玉却又破涕微笑 咬着夏夏的耳朵 说了一句 别怕 万一到时候 爷爷不帮你 我就去揪她的耳朵 夏夏见谷玉 梨花带雨的俏皮模样 被阳光一照 脸上的泪水 晶莹剔透 眼睛一眨一眨的闪动 好看极了 尤其是 她脸颊娇艳如滑 艳丽如霞 就让夏夏看呆了 谷玉一时娇羞 看什么看 又不是没看过 夏夏就笑 好久 没有全面看过了 谷玉大笑 赶紧走你的 但正是要紧 别说 谷玉的话 还真灵验 话音刚动 夏夏的手机就响了 她低头一看 心中一动 是吴财阳的来电 吴财阳只说了一句 你在京城吗 立刻过来见我 夏夏不敢怠慢 本想和谷玉再多待一会儿 但男人向来时 爱美女 更爱江山 就立刻去面见吴财阳 吴财阳约夏夏 在连若汉的别墅见面 到了一看 吴老爷子也在场 而且吴财阳也在 吴家几位重量级人物都在 而且仍然一脸严肃 夏夏之道 事情要尘埃落定了 吴财阳也不多说 施以夏夏作响 一脸严峻 当时吴老爷子一见夏夏 严肃的表情就舒展开来 微微一笑 十分的慈祥 吴财阳也是只冲夏夏威 威一点头 表情也有点严肃 夏夏 初步方案出来了 吴财阳第一句话 就让夏夏一下子 屏住了呼吸 第二句却是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 因为 还没有正式讨论通过 还属于高度机密 但综合各方面形势来看 基本上问题不大了 为了抬拟进阉胜常委会 吴财 梅财 邱财和副财 都下足了力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吴老爷子咳嗽了一句 财阳啊 话不必多说呀 让夏夏知道结果就行 言外之意是 点心吴财阳 不必将惯常的 拉拢人心的一套 用在夏夏身上 夏夏不是一般人 不是外人 也不是可以用简单的利益 就可以收拢的人 吴财阳只好又说 你只需要知道的是 做好本职工作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 他又看了一眼老爷子 唯一的一个难题是 军风的态度不太积极 是最大的变数 夏夏在吴财阳面前 一直是恭敬之中 再有一丝 不卑不亢的态度 今天却是 少见得自得的一笑 一脸笃定 军风的支持啊 拿到了 吴老爷子不动声色 只是眼神闪了闪 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老骨头很倔呀 但越聚的人 越有软的一面 小夏 你不要太欺负老人家了 夏夏汉汗眼 无话可说 老骨怎么说呀 吴财阳一时惊喜 情急之下 也微微有点失态 其实夏夏很聪明 只不过 有些话都心里有数 不必点名而已 是 他是要感谢吴家的大力提携 如果说 以前要助他进省委常委 确实是着力培养他 现在吴财阳 不遗余力地 要借其拿下孙西民 就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了 道理很简单 因为高晋州 是常务府省长 距离省长宝座 只有一步之遥 因此 政治局 关于对孙西民的责任认定 难缠也正常 因为 不仅事关孙西民 是否被免职 还关系到 孙西民下台之后 谁兼任省长一职的问题 又是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省长的宝座不常有 突然空缺着一个 还不打破头啊 尤其是高晋州在燕省数年 从副省长到常委副省长 再到常务副省长 真是年头不短了 再上不去 也必须要离开燕省了 高晋州为人纯和 风格温和而坚定 也渐渐成为吴家的中坚力量 吴家就算不重用高晋州 但形势比人强 能借机将高晋州扶正 等于吴家再下一声 不大力拿下孙西民怎么行呢 不过下想不知道的一点是 吴才阳此次 也确实又维护他之心 因为孙西民对他的评语 激怒了吴才阳 吴才阳为人 虽然薄情而傲然 但他认定的人也极为后端 现在他认可了下想 就不允许别人说下想的坏话 而孙西民在关键时刻 给下想上了眼药 就让他动了真怒 走出吴家别墅的时候 抬头望天 天空如碧 万里无云 对京城来说 还真是一个难得的历日晴空 无见一丝灰蒙蒙 下想的心情 也一如天气的晴朗 无比纯净 尽管离真正的公布结论 还有一段时间 但此次和老谷会面 和吴老爷子会面 以及亲耳听到吴才阳的证实 他就知道 恐怕事情 要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了 哪怕是一次猛烈的碰撞 也总归要到来了 毕竟 烟上的特大安全事故 现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 已经成了一起 严重的政治事件 因为安县 最初上报的人数是15人 后来 省政府核定的人数是35人 但迫于媒体压力 最后公布的真实死亡人数是302人 前后反差之大 引来全国一片骂声 在此次事故的处理上 孙习民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当然了 也不能怪他一人 应该是省委的集体决定 但最后 要找承担责任的最高行政领导 孙习民 就得当仁不让了 他想让 也没人肯接这个烫手山鱼 恐怕现在的孙习民 连哭的心思都有了 现在网上的骂声 说什么的都有 也不知道 是谁翻出了山水路扩建的缘由 就直接了当地说是 孙习民就是罪魁祸首 如果不是孙大省长 被堵了路 发了怒 下面的人 怎么会为拍马屁而修路呢 就有人编了一首打游诗 山水路 断头路 孙省长 没浅路 虽然文采不佳 但却形象地嘲讽了孙习民 下下从京城回到秦堂的时候 诸葛霸道和吕振阳 已经赶赴了安县 而此时 孙习民 也接到京城的电话 接完电话之后的孙习民 一脸沮丧 颓然坐在椅子上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政治局会议召开在即 决定他命运的时刻来临了 但事先听到的消息却是 前景不妙 山水路 真是一条断头路不成吗 孙习民不无悲哀地想 京城 决定燕省重量级人物命运的政治局会议 正式召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160集 山高水长 小人伎俩 会议一开始 就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吴才阳还是和上次一样 坚定的要求 将孙习民就地免职 还拿出 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 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 来读反对者之口 委员长 依然是坚决反对的态度 总理也是反对 但态度 不如委员长坚决 不过 让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是 此次会议 赞成罢免孙习民的 政治局委员 在第一次发言时 就已经过了半数 而且 还大有增多的趋势 就让反对的阵营 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委员长和总理 对视一眼 心想 恐怕难以过关了 更大的意外还在后面 本来一直中立 并且 偏向孙习民立场的军方 突然态度坚定地 支持问责孙习民 官员取出人意料的 没有表态 相当于弃权了 最后 总书记一语定音 安线的事故 影响特别恶劣 情节非常严重 中央必须要拿出决心 要给全国各省医警示作用 但就地免职 对孙习民同志来说 也有失公平 我的意见是 引咎辞职 不知道同志们 还有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决议 孙习民 引咎辞职 随后 关于孙习民之后的继任人选 以及阎省省委班子的下一步调整 在休会之后 下午 继续进行讨论 阎省大局将定 安线特大安全事故 引起的连锁反应 即将全部揭开谜底 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的精神 第一时间就传到了燕省省委 不过 仅限于范瑞衡和孙习民 两人知道 范瑞衡沉思良久 看着桌上的电话 几次拿起 又放下 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 犹豫不决的时候 他毕竟在省不及的位置上 待了很久了 按说 早就应该心性坚定 但在分析了京城的动向 和即将迎来的 燕省人士调整的可能性之后 他还是忍不住 想给夏祥打一个电话 以他和夏祥的关系 主动打一个电话 也不算降尊于贵 但心中还是隐隐有一种 要向夏祥示好的 不安分的念头 堂堂的省委书记 有必要向一个 市委书记示好吗 哪怕夏祥即将迈进副省级 和他之间 还是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一般而言 一省的十几名省委常委 最后能晋升到省长的 寥寥无几 再由省长 跨越到省委书记 更是少之又少 夏祥即使是 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 他以后 能否再顺利地 晋升到正省级 还要两说 官场上的事情 谁也不敢为以后打包票 但不知何故 范瑞恒就想主动给夏祥 打一个电话示好 哪怕只是 简单地暗示一下 政治局的会议精神 也显得他有诚心 有拉拢之意 没错 确实是拉拢 夏祥进入常委会 必将对燕上的政治格局 带来强有力的冲击 如果说 夏祥还没有迈入副省级之前 他的影响力 必须要借助后台 才能展现出来 那么 他一旦进入常委会 以他和高晋州之间 几年的交情 和李延红之间 也有共同立场的友情 还和王鹏飞之间 也算密切的关系 再有 和胡增州 多年的交往 甚至和于凡然 也有共同语言 对了 还有一个 初来烟上的萧远新 也迅速和夏祥走近了 不算不知道啊 一算下一条 着实下的堂堂的 省委书记 范瑞恒一大跳 夏祥只要 进入常委会 再只要 高晋州 能顺利担任省长 再只要夏祥支持高晋州 那么高晋州 就足以和他抗衡 实力之强 比孙习民 强了何止十倍啊 范瑞恒不想还好 一想就不免大卫心惊 就算夏祥不帮高晋州 也不帮他 两不想帮 以夏祥的政治智慧 在省委 独成一帮也大有可能啊 至少性格有些孤傲的 于凡然 会和他站在一起 还有胡增州 萧远新 甚至王鹏飞 也会助夏祥一臂之力 夏祥别看进入常委会 将会是资历最前 排名最靠后的一人 但他的影响力 在整个省委 隐隐已经有了 第三人的气象 仅次于 省委书记和省长 而且还将会成为 书记和省长 争相拉拢的对象 因为他 偏向谁的立场 谁就会在阴上 拥有一言九鼎的 绝对权威 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但现在 不是相信和不相信的问题 而是 必须面对现实的问题 范瑞恒暗暗庆幸 当初在中组不征求意见时 说了夏祥的好话 否则 他就算从容过了事故一关 夏祥进入常委会之后 他将会举步维艰 又想起了孙习民的下场 范瑞恒暗暗摇头 孙习民 还是政治上不太成熟 以为京城后台够硬 就敢给夏祥下半子了 他怎么没有好好研究一下 当年的历史 夏祥是怎样和宋朝都联手 将纵横燕省十几年的省委书记 高承松 给拉下了马 也是孙习民时运不济啊 好好的 让一条断头路 给断送了前途 范瑞恒暗暗摇头 他没有意识到 他也受到了外界的影响 将山水路 说成了断头路 又想了片刻 还是拿起了电话 拨给了下响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省长办公室 孙习民颓然坐在椅子上 有气无力 一脸灰白 他辛辛苦苦几十年 终于得到一个省长的宝座 很不容易啊 如果说 确实是因为他的重大事物 而被中央追究领导责任 他也认了 但遭受的却是 无妄之灾 让人愤恨 加无奈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政治就是政治 不讲人情 不讲道理 难道 非要到中央去理论一番 说是天灾 不是人祸 不关他的事 他是清白的 他真要去辩解 说不定以后 连东山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政治 从来就是平衡和妥协的产物 孙习民也清楚 他得罪了吴才阳 又正好身上有事 吴才阳必然要拿下他 好让他为别人让路 他下台 高进州上台 下降再进入常委会 以他一人的前途 来成全两人的圣钱 他是该自嘲自己 挺有奉献精神 还是该无奈他的位置 挡了两个重要人物的路 所以他必须要给人让路 再想到以前 他还琢磨下降 没有机会进入省委常委会 因为名额已满 没有空缺了 但转眼间却发现 竟然是他自己 让位好让下降补尽 孙习民摇头苦笑 世间还有这么讽刺 和辛辣的无奈吗 还有深深的心酸 孙习民忽然就想起了以前 在一处戏台上看到的对联 上脸是 凡事莫当前 看戏何如听戏好 下脸是 做人虚顾后 上台终有下台时 当时他还觉得 对联有点过于消极 或者说 有点过于细说 现在亲身经历了 人生的大起大落 也终于明白了一点道理 有时 别人富有哲理的话 也许你境界不到 领悟不了 人生各有经历 各有机遇 也各有不同的深刻体会 只有经历了沧桑的人 才能真正发出人生的感慨 孙习民现在 觉得应该将上脸改为 凡事莫当前 演戏何如看戏好 官场中人天天演戏 入戏太甚了 任贾当真 真要到了卸妆下台的时候 已经分不清 生活和演戏的区别了 真是悲哀啊 他想了一想 也拿起了电话 打给了下想 就当是做最后的告别好了 好也好 坏也好 总归他在咽上一场 资人对燕省也付出了心血 成败任由后人去说 他只管做好自己就行了 对于下想 他也无话可说了 或许他一开始 真的走错了一步 但事到如今 后悔或是痛心 都没有用了 就最后和下想再说上几句 以后山高水长 说不定还有再相遇的一天 就在省委书记和省长 先后打电话给下想时 政治局第二次会议再次召开 就沿上新一轮人事调整 进行讨论和研究 而就在此时 诸葛霸道和吕振阳的 安线二日游 也达到了高潮 诸葛霸道和吕振阳的 安线二日游 从开始就不太顺利 先是汽车路上抛了锚 车也不救 才两年的新车 好好的就坏在半路上了 让诸葛霸道无比郁闷 诸葛霸道上次 被人扔到高速公路上 又冷又饿 回去后 生生病了一周才养好 让他气急败坏之余 算是初步领略了 下想借刀杀人的手腕 也让他对下想更是恨之入骨 此次前往安线 调查下想当年的老底 被他比喻为 奉命于危难之间 认为此次出马 必定手到擒来 抓住下想的辫子 接了下想的老底 然后将下想斩落马下 当年诸葛霸 六出骑山 威力寸功 他现今 出出安线 肯定可以平定天下 谭笑间 下想灰飞烟灭 孙省长宝座稳坐 张市长眉开眼笑 牛陵广论功行赏 他则是 鞠躬鞠尾的第一人 诸葛霸道生性自负 又自视过高 又喜欢看古代的演艺小说 自认文韬武略 当是第一 可惜生不逢时 否则生在乱时 他也会公盖天下 不料出师不利 就让他无比郁闷 难道是因为 姓诸葛的原因吗 诸葛亮当年就是 出师未结身先死 他可不能重蹈覆辙 他要超越诸葛亮的悲剧 好不容易 等来了维修工 修好车再上路 赶到安线时 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半天 诸葛霸道和吕震阳 立刻着手搜集证据 真的也好 假的也好 管用就好 随后就接到牛陵广的电话 说是 时间紧迫 初步消息证实 孙锡民省长宝座不保 就可以不让下相 顺利进入常委会 诸葛霸道和吕震阳一听 有机会阻止下相顺利进省 立刻热血沸腾了 决定 就算在安线翻一个底朝天 也要让下相难堪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